OK兄弟们今天给兄弟们吃一个瓜 好吧 前些天不是出了一个神器吗 160的鞋 160的鞋破血宽宫 看上去平平无奇 但是他加了一个1%的一个误报几率 误报几率的上限的话是1.2% 那等于说的话 这个鞋的话 其实少不少1.2的 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说句心里话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老板追求的就是上限 对吧 能到1.2 当然是最好 但是你们看一下这个鞋 按照现在梦幻西游的物价来讲的话 我跟兄弟们来看一下 破血宽宫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我这边的话 自己有一个破血宽宫的帽子 以前自脱领带的 16段的帽子 现在卖多少钱呢 卖7万块钱 7万块钱 别人最高给我还价还到多少钱呢 6万多块钱 6万多块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仙丹鱼 雪山1到16段的红马老 6万4千块钱 就等于说的话 宝石钱还差一点 帽子跟变身套等于白送 那咱们这个鞋的话 就如果说没有这一条 误报几率的话 相当于这个鞋的话 白板鞋 后面88888多块钱 我是这样理解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这个鞋挂上去没有多久 就卖掉了 这不是25万啊 兄弟们 这是250万啊 卖掉了 我觉得 我当时一想了 就怎么样的 有钱人 能追求这种鞋 就多一个1% 误报几率260万 然后呢 巨型反转了 他这个 以出售呢 因为他这个价格比较高 他得分次 分次交易 他等于说交了一个定金 定金的话 最大的三线的话是 5000块钱 交了一个5000块钱的定金 然后 后面的尾款他没交了 直接跑路 兄弟们 看没有 交完5000块钱定金之后的话 后面的尾款就没有交了 等于说 这个鞋子流派了 那评论区的兄弟们 评论一下 如果说你是梦幻西游的神豪玩家 顶级玩家 你就这钻鞋的话 就是你不差钱 你会花多少钱买这钻鞋